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蓝 这里 乔云 你这么忙怎么有空约我出来 我接到你的电话知道你没被选上 肯定很难过 所以就想约你出来聊聊天了 谢谢你啊 乔云 跟我客气什么呀 咱俩谁跟谁嘛 你这次要是被选上的话 就太好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是啊 不过 你也别太难过 反正自己努力了 嗯 对了 你的发布会怎么样 顺利吧 发布会啊 还算挺顺利的 本来 我在想 如果你被选上了的话 我们还可以一起好好庆祝一下呢 都怪我不争气 水平有限 对了 对了 那个怎么样啊 什么 就是 我的设计稿 上次你拿去的 有消息吗 你说那个啊 你说那个啊 你快别提了 我拿去给我们设计部的人看 他们还嘲笑我半天呢 我 不过我一直在夸你 因为我觉得你设计得真的很好 可是他们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觉得你的图 怪怪的 你觉得旗袍怎么能这么设计吗 他们 还说我什么眼神啊 这种图 也拿给他们看 这样啊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做 就一定能成功的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努力 这才是聪明人 你该不会不高兴了吧 瞧我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不过 我这些话 真的都是为你好 我知道的 谢谢您 你这是 我明天就搬走了 是吗 你找到房子了吗 不是 我准备回老家了 谢谢你让我住了几天 有机会再见吧 别客气 这个华容道送给你做纪念吧 工作之仪可以练习练习 这都不好意思啊 那你不就没得用了吗 我老家有很多卖的 再买一幅就行了 谢谢 阿滑 我老家有什么時候 你不相信 我老家有的人 不是 我忘了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我想把行李箱的拉杆装一下 不小心弄破手了 小心 你自己不会弄个叫我帮忙的吗 你自己不会弄个叫我帮忙的吗 王姐啊 快来 泡面好了 加班加班 这么晚加班能干出什么来啊 真是气死了 就是 累都快累死了 哪有灵感化设计图啊 谁知道老板怎么想的呢 加班吃泡面 不错嘛 一边吃一边抱怨 你们设计部就是这种工作态度吗 这怎么能对付凹凸啊 这是这次投稿的设计图吗 我问你是不是 董事长 是 不过是落选的设计图 落选的也好 入选的也好 就算是最差的 也是设计图 能拿来点泡面吗 这是对人家的工作 和自己工作的亵渎知道吗 喂 喂 小唐律师啊 我是郑养老院的安院长啊 这次非常感谢你免费为我们做辩护 安院长 我都说过了 不用客气 好好好 今天下午啊 我们养老院有一个中秋联欢会 我想请你来参加 好 我一定去 好 那我等你啊 你一定要来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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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喂 喂 喂 强远 我是唐丹风 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啊 今天下午镇上养老院有演出 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那下午你去吗 去啊 当然去了 我真要去呢 太好了 安院长也邀请我围喜去了 是 是吗 是啊 那一会儿见 好 好 一会儿见 好 再见 喂 安院长 喂 依兰 我是安院长啊 今天下午的联欢会 你一定要来啊 对不起 下午的活动我去不了了 你不来了 依兰 为什么 我 我要回老家了 对不起 再见 好吧 再见 27502 Hotel 宇宙 小花 再见了 虽然 我们只相处了几天 可是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这款设计图的投稿者是谁啊 三十八号莲依兰 莲依兰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 董事长 他就是之前应聘到咱们公司 看过库房 后来因为工作失职 被您开除了 那个北京来的大学生 给他打电话叫他来 董事长 他可是被咱们公司开除的人呢 打电话 董事长 我觉得他的设计很普通啊 叫你打电话就打 哪那么多废话呀 他就是说 我去发声 那么多废话呢 我又不是说 我去发声 一会儿就想要 我去发声 我去发声 一蓝 师傅 麻烦您等我一下 好的 收拾好了 这就走 是啊 这几天麻烦你了 我的设计搞落选了 我好没面子 我不好意思给你表哥打电话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我走了 谢谢他对我的帮助 好的 我会告诉他的 谢谢 对了 我帮你叫个出租车 谢谢 我来帮你拿 不用 我自己可以拿 谢谢 我来了 司机师傅 麻烦你把他送到长途汽车站 不用了 我有钱 没关系 还是我来吧 好的 那我走了 对了 钥匙放在门口的花盆下面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再见 再见 喂 这不是联一兰的手机吗 是 这是联一兰的手机 麻烦让她听电话 她现在不在 你是 我是桃圆之一 桃圆之一 她的设计稿通过了 请让她下午一点前 速来公司报到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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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设计部那边打电话通知你 让你一点钟之前到讨厌之谊报到 绝对不能迟到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不过他们怎么会通知你的呢 你先说 你怎么没走 我手机丢了 你手机落在家里了 我手机落在家里了 太好了 你这是我的福星 董事长 联谊来来了 董事长好 王总监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去忙你的吧 好的 董事长 坐吧 来 坐呀 莲依兰 在库房偷懒被开除的是你吗 我没有偷懒 是 你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 为什么非要留在秀水这个小镇上 而且刚来桃园就丢了工作 不回北京去 干吗又参加这次的设计招品 因为我喜欢服装设计 尤其喜欢旗袍 在北京没有这个机会 你是不是到做裙的公司 说喜欢裙子 到做帽子公司说喜欢帽子 不是 不是的 你觉得你的设计 能做出成品吗 应该可以吧 虽然我的设计有很多不足 不过我真的很想做服装设计师 为什么 我从小跟我外婆长大 我外婆就是服装设计师 其实就是裁缝 不过她也会设计服装 我穿的 我外婆穿的衣服 都是她设计的 从小我就知道 我将来的工作就是服装设计师 那你应该跟你的外婆做裁缝去 年轻人 说话 不要说假话 空话 没有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可以把我对服装的热爱 和灵感融入到我的设计中 让人们穿的时候感觉到舒心 你的这次设计没有被入选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就算做陶渊之一的临时工吧 如果过段时间 我发现你工作不努力 我还是会随时开除你的 明白吗 明白了 谢谢董事长 莲依兰 我让你做什么 你都能做到吗 只要跟服装沾编的 我都能做到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安院长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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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您是哪一位 我是莲依兰的朋友 你是依兰的朋友啊 你是来找她的 可是她今天没空来不了了 这个我知道 今天老人们不是有演出吗 他让我来帮帮忙 真的 那他也谢谢你了 麻烦你啊 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好 来来来 请请 好 来 奶奶 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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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来 奶奶 吃饭 来 奶奶 你累不累啊 我给你揉揉肩吧 不 也 点点 强远 丹丰 丹丰 你早来了 是啊 我提前来帮老人们张罗一下 你干嘛这么看着人家 快开始了吧 快了 那你先忙 我去给院长打个招呼 好啊 奶奶好 来了 陈 陈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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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满 他怎么了 啊 他突然间就晕倒了 那快送他去医院吧 好 我开车吗 会 你去帮我找下他的车钥匙 好 陈 醒醒 陈 earthly board 你去找点兵 帮她附一下 有可能是中暑了 好 晴安 你坚持一下 晴安 你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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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嗯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真的吓死人了 我没事 嗯 老毛病了 不用去医院 不行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真的不用 我贫血 没吃早饭 忙起来就是这样了 嗯 休息一下就好了 去医院也没用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谢谢你啊 嗯 谢谢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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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喝杯茶吧 不用了 你还是快点进去休息吧 好吧 改天见 你先回去吧 秦伟 你快点回去吧 我看着你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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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秦岸 山只聊 强言 强远 你怎么样啊 给你打手机也打不通 害我担心死了 我没事了 最近搞发布会搞得太累了 养老院的活动结束了吗 嗯 刚结束 你是不是上次过来 知道靖老医院有活动的 是啊 对了 强远 你答应我不要告诉唐丹峰 是我把他介绍给恩院长的 因为我是偷偷看他的东西 才知道他给人做免费辩护的 好 放心 我不会说 可是 要是他问我怎么会去 该怎么办呀 这样一来 他就知道我认识恩院长了 嗯 哎 你就跟他说 是我邀请你来的 对呀 就说是你 先去靖老院做义工 反正你也是当地人 今天是你邀请我去看演出 这样就可以了 啊 啊 强远 你太聪明了 啊 对了 依兰你不是今天要回老家的吗 是啊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陶渊又录用我了 啊 没有想到吧 啊 是啊 依兰 恭喜你了 谢谢 谢谢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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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找到工作了 等我在公司员工宿舍安顿下来 我就搬走 我能不能在这儿住几天啊 谈之余录取你了 是啊 明天开始上班 谢谢你专门来告诉我 不客气 你还没有告诉你表哥我要搬走吧 还没有 那就好 你看 要是我一个人住的话 电话就接不到了 所以还是两个人合住比较好 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助 对不对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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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х siempre 早compl 男人 以前 等你 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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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超重了 超重了 你谁呀 我是新来的 第一天报到 超重了 你坐下一趟吧 你干什么呀 对不起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董事长 您需要的文件 我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 好 然后一会儿你催飞设计部 让王小燕赶紧把那套的竹章 那个图给我画出来 好 我知道 请 没看到董事长在吗 坐下一班 好 姑娘 怎么了 我的衣服被刮破了 跟我来吧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你找谁啊 我是这次设计稿争据评选 刚被录取的 我叫莲玉兰 这次评选不是被取消了吗 有招人吗 没有吧 没有 不可能吧 是董事长让我来的呀 董事长找你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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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个临时工 不是正式职工 你说你喜欢设计衣服 在北京没有机会 我才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试试 你自己说的话 没忘吧 你说 你只要跟服装沾边的 叫你做什么 你都能做 是啊 董事长 那 你还是去库房吧 库房的事忙完了 再去支支部帮忙 喂 你先等我一会儿啊 好了 喂 就等了吧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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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